那所以我们在临床工作上 我们就会发现说 其实很多就是会打人的父母 他小时候大概也自己是 高关怀的家庭长大的 比方说他以前也被打过 或者是说他曾经遇到一些 比较大的创伤或挫折 比方说家里面的爸爸妈妈 可能一直吵 那他可能长大以后 他内在现实里面 他就会有一个状况 他很怕人家吵 所以我以前有遇过一些 不同的个案 他们其实对吵是非常敏感的 这其实都是有一点 被受虐的象征 那他们进到婚姻里面以后 他们对于那种 比如说小孩子吵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觉得说 就是大人在吵这样子而已 可是他对于小孩子吵 他也会非常的敏感 因为即便是我自己的小孩子在吵 对于这个人的内在现实来讲 他可能也会觉得 好像我回到以前那种 周围环境很吵的状况 所以我就会很想要 用一种最快的方式 让那个状况去停止下来 那他因为这个内在现实 用最快老师的小戏 其实我相信很多的父母 我还是宁愿这样相信 他们其实不是想要让 这个孩子真的死掉 可是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 我烫下去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 我已经活在我自己 内在现实里面 我是一个小孩 我根本没有那种 大人的能力去判断 我怎么好好去处理 我现在现实环境 所遇到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很多 父母遇到的状况 当我会做这些事的时候 其实我不是一个正常的 可以有理智思考的人 我已经退化到 那个很小朋友的状况 小朋友如果遇到有人打我 我就是会反击 我如果遇到有人很吵 我就是把他嘴巴捂起来 我如果遇到有人 比如说排队的时候 他插队 我就是用拳头把他打开 所以其实这些父母 其实某种程度 他心智上也是没有成熟的 我就是把他打开